大家好,馬上跟大家拜個年 最重要是新的一年有新的機會 而身體健康最老套,但也是最重要的 恭喜恭喜 今天年頭其實都是月頭 記得月頭joinpatreon吃光整個月就最好 記得要鼎力支持才行 今天跟大家講這一單 轉會策略可以說是炭為觀止 也是令人相當興奮期待的轉會 就是利物浦終於買到人了 利物浦之前一直沒有著落 搞到有雙兵潮 正選球員入了調整期 很累的時候又不夠班底後備球員出來拯救 所以這兩季都是不夠人欠英超冠軍 也一直很擔心的就是三叉擊年紀越來越大的後遺症 如今終於買到我一直都很希望利物浦買到的邊線進攻點 當然就要做個轉會評論和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這個是利物浦球會歷史上第一個哥倫比亞球員 大家對於25歲的盧爾斯迪亞斯有沒有印象 其實就是上一年美洲國家杯大放異彩的左翼 每個入球在美洲杯當中相當精彩 包括那個倒掛金歐 對巴西對阿根廷刀入球那個 最終跟美斯一起是瓜分金虎獎的那個人 他三年前就以780萬歐元加盟波圖 如今利物浦用4500萬歐元加1500萬流動 總值6000萬歐元去買它 那波圖也算賺了不少 講到今次的轉會過程 利物浦的作戰策略 真是令我嘆為觀止 我真的要很詳細地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段故事 一開始其實是熱刺一直跟波圖在談 談了都很久了 但是去到最後那幾天就是利物浦突然之間殺進來 還搞定搶走個人 外國的傳媒就形容這一次是backdoor 後門交易 即是我們所說的截戶 為什麼利物浦會做到呢? 其實問題應該要問清楚一點 應該是問為什麼利物浦要這樣做 這樣做 整件事的起因呢 就是原來大亞斯起初對於利物浦來講實在太貴了 其實利物浦上一年歐聯對碰對波圖的時候 經已發現這個迪亞斯就很厲害了 成為了高普的心頭號 但是一問價起上來就說要8000萬歐元 當時利物浦先都不先下 這個價錢當然就是比不起的 所以一直跟波圖說都是那句 如果這個價錢就不用談了 沒有興趣的 接著每間一會利物浦都會問一問價錢 但是得出的答案同樣都是8000萬歐元 利物浦的回應又是那句 如果這個價錢我就沒有興趣了 不用怎麼談了 不過整整兩間球會比起就多了聯絡 所以當熱刺在金國冬季轉會槍開始跟波圖 想買迪亞斯的時候 波圖都順便通知了利物浦 而故事就正正式式開始了 波圖起初跟利物浦講話就是 熱刺現在有興趣你們那邊怎樣的 利物浦的回應很有趣就是這樣 熱刺? 那你就跟他們聊 聊得開心一點 慢慢聊,不用急的 不過聊到什麼價錢就跟我說一下 哈哈,這麼有趣的 為什麼利物浦會這樣回應呢? 高普不是說很喜歡迪亞斯嗎? 為什麼會說有得熱刺跟波圖慢慢聊呢? 哦,看回頭 原來利物浦背後有個全盤計劃的 首先當然就是利物浦不想自己變了波圖的台價機器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利物浦一直都覺得波圖獅子開大口 一直都不肯減價 所以一直都覺得波圖那邊很麻煩 那怎麼知道熱刺加入 哦,熱刺加入反而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和時機 因為熱刺的主席列維是一個更加麻煩的人 哈哈哈 列維出了名就是壓價高手 講價講道理就是瘋了 用精神壓力時間消磨你的鬥志 最後講價會成功的 去妙街就最好了 好了,講到這裡 大家或者會開始明白利物浦到底採取什麼戰術 就是借用列維把口 利物浦就是知道列維出了名字 所以就叫波圖慢慢跟熱刺傾 慢慢跟列維傾 傾到你哭為止 傾到你肯減價給熱刺為止 經過了列維出盡百寶 終於被他壓到4500加1500 6000 準備達成協議 但是波圖答應過利物浦 就是說 談到什麼價錢跟利物浦單聲 就說6000啊 4500加1500 準備放給熱刺 這個時候利物浦就說 我都出這個價錢 你們談到多少 我必出多少 就說等迪亞斯自己決定 選熱刺還是利物浦 最終迪亞斯親自去問兩個師兄 詹斯洛迪古斯和法卡奧 兩個打過英超問一下他 兩個都說 當然選利物浦 什麼原因大家可能都明白 利物浦會爭冠軍 熱刺就不知道會不會爭冠軍 那就比利物浦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你看看利物浦這次談判的策略有多高 列為出了名老狐狸 誰知利物浦這次更加老謀心算在後面 我就為了這次利物浦這一招 作出四句說話 就是這樣的 列為出口 紅軍出手 熱刺暴蟬 紅軍在後 譚為觀止 列為他談判這麼獨立 這次利用你把口 就幫利物浦談個好價錢回來 再利物浦最後出手 令到列為成為了利物浦的最佳助攻者 最後入波那個就是利物浦 難怪不知為何列為了 這麼生氣 真的很生氣 他說 他就是知道了 他被人利用了 所以他就說要控告利物浦的招聘團隊 可能你都會問 這次利物浦這樣做 這個策略 會不會說太過卑鄙 我就說 在道德的角度來看 就似乎真的有點卑鄙 但在商業角度 只能夠說 一山就還一山高 有時候都很難說對錯 只不過是時機的掌握 還有你夠不夠呢 就是那個老謀心算 好了 講了這麼久 或者利物浦球迷都會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 喂 一直利物浦都沒什麼錢 為什麼今次突然之間會有錢的呢 這個呢 也都是令到熱始一直掉以輕心的主要原因 大家都以為利物浦沒有錢 大家都以為利物浦在轉匯市場當中 就不算威脅 那怎知今次利物浦突然之間有不淺 有一個呢 是直接的原因 也都有一個間接的原因 間接的原因呢 就是沙拉一直都擔心利物浦不夠野心 不肯續約 變成利物浦要在轉匯市場那裡 做一些表現野心 才可以留住沙拉 那現在迪亞斯的光臨 是一個積極的信息 最好的是交代給沙拉看到的 而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迪亞斯人工不算高 九萬英鎊周身 就變成可以繼續說服沙拉不要說要這麼高人工 不過呢 最直接令到利物浦有錢買人的主因呢 就是突然之間有不淺 就是剛剛呢 財務那邊的總算了 那利物浦成為了全歐洲賣球衣第三多球會 僅次於霸人和黃馬 而其他周邊的商品呢 也都銷售創出新高 主要呢 就是因為他們一踢那個牌子的那個贊助商呢 很懂得幫他們打開新的市場 令到利物浦本來呢 比較表現得差那兩個市場 亞洲市場和北美市場呢 就是一個新的是增加收入 令到利物浦帶來了額外的七千萬英鎊收入 哦就是剛剛拿到這塊水 剛剛好去買 迪亞斯買完之後還有錢剩 那好啦 講了那麼久了 是時候要講回今天的主角 迪亞斯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球員呢 有人就說 看他踢球就好像看沙特紋尼踢球一樣 也都有人覺得他像諾賓 那我就說呢 像諾賓多些哦 真是有個內切入再遠射入網的慣性 那甚至乎如果你問我 我會想起哪個球員呢 我想起夏薩特了 那因為迪亞斯的技術高過文尼 同時有速度 而過關斬將能力就真的有點像諾賓和夏薩特 那拿高波很好啊 處理高空波那個射門技巧呢 也都很像諾賓和夏薩特 那但是呢 因為他右腳嘛 所以我就覺得比較像夏薩特 那所以呢 就有時候會有靈感男神上身的倒掛金鉤 那這一方面呢 那這一方面呢 處理高波射門呢 是有助於他在左路接應 就是來自右邊阿歷山大洛那些漂亮斬波的 難度越高的波呢 他似乎是越適合的 但也要小心點呢 就是他難度很低的那些 他就未必把握得很好 因為他錯失這個呢 那些重大機會的數據呢 都是不少的 那不過呢 最重要的那一環呢 都是因為他有利物浦DNA 那他除了進攻數據呢 在浦超當中名列前茅之外 他的防守數據都不錯 是會積極回防 那而且呢 高英壓迫方面的成功率呢 也是全浦超排第二的 那難怪的為什麼呢 高浦這麼喜歡他呢 又肯努力跑回防和壓迫 那迪亞斯的確是具備了 就是成為三叉擊接班人的條件 尤其是接班文尼 是那個位置 右腳打左邊 那上一季呢 迪亞斯突然之間進步神速 都有點像是三叉擊那種步伐 三叉擊都是突然之間 一兩年進步神速 由一個普通球員變成球星 利物浦最喜歡這些人的了 那不過呢 那迪亞斯都有兩個 都有兩個明顯的弱點 那第一個弱點呢 就是他的對抗性呢 就真的弱過文尼很多了 那他比較瘦削一些的 那這個呢 和他出生有關 那他出生於呢 就是哥倫比亞的貧民區 那當地的兒童呢 長期飽受環境污染 水源污染 和飢荒的影響 那大家都期望骨瘦的 他小時候呢 曾經因為這個營養不良 不夠體重呢 就不可以說踢足職業足球 幸好呢 就是他天分好 那變成有球會肯說 給錢幫他增重 增重了10公斤才說可以簽約的 那但是始終呢 都是先天性的問題 那所以他的對抗性 始終都是一般的 那英超呢 可能他會踢得吃力一點的了 他打歐聯的時候 入這個萬城坡 就不代表些什麼 你去到英超 踢利物浦 長期面對密集 如果有兩三個中下游分子球隊 那些後衛 和你對抗的話 那你迪亞斯都會有問題的 那他之前呢 就沒什麼說傷患困擾 但是來到英超呢 就未必說那個受傷情況呢 就這麼理想 可能會多了一些傷 所以他要是呢 就真的練大隻一點 要是呢 就想些辦法去避免這個問題 那但是呢 他也都有第二個弱點 就令到他未必避免到這個問題 就是他太喜歡去接觸對抗性了 什麼來的呢 就是他太喜歡上腳 在蒲超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英超就不同 因為利物浦英超來說是強隊 他不停面對密集 但是 迪亞斯呢 就是比較善於打反擊的 打反擊他就多厲害 但是面對密集的時候呢 他就是太過上腳 是有點毒食 還有呢 會有一點點衝入人群當中的患性 那這樣就暴露了呢 對抗性的弱點 因為你不斷衝入人群當中 簡單來說呢 就是他欠缺整體意識 那就是說呢 他暫時算是一個未有合作性的樂斌 或者是未有整體意識的夏薩特 所以他的進攻數據雖然好啊 但是他同時都有很高的失誤率 他平均在蒲超每場是有12次的失誤 導致控球權其實都挺嚴重的 而是每一場歐聯當中呢 直接有15次在他身上就是失誤的 那其實這一方面呢 就算是一個很明顯的弱點來的了 那所以他應該算是早期的樂斌 早期的文尼 或者早期的沙拿 那還需要時間剁磨的 那暫時來說呢 他的定位都是很不清晰的 那他又不是半主角 就是他不是可以內切入去分球那些 因為他不會交球嘛 他也不是綠葉 因為他是帶著球去的 不是說什麼沒有球走位 那他只不過呢 就叫做內切入型的射手 在這個年代當中呢 這一種的類型呢 在面對密集來說就沒有什麼用的 那變了現階段他的定位就很尷尬了 那通常呢 就是第二個聯賽的球員 直接轉回英超強隊呢 都會面對的問題來的 那所以啦 那迪亞斯最初來到利物浦呢 他可能會有時有些神來之不 例如軟射一腳很靚啊 倒掛金鉤啊 窩裡抽中了啊 那樣 但是整體來說呢 應該就沒有那麼快可以適應到英超了 即是說沒有那麼快即食到的 甚至乎有可能會影響了 就是利物浦整體破密集的穩定性 那跟著呢 你要再看一看呢 就是他那個拉邊的習慣性 因為呢 他這隻東西呢 很喜歡自己大波內切 那他內切了之後呢 就可能會起死忠老的 就變了呢 好像以前文尼那樣 那樣破壞利物浦面對密集的完整結構 那甚至乎呢 有可能呢 是會出現早期沙拿的那個問題 就是究竟射門和傳送之間怎樣決定呢 決定不到那種 現在斯塔拿當然成熟了 可以做半主角 但是迪亞斯見到就未成熟 所以迪亞斯打左邊正選的話 就未必會幫到羅伯神 後上插入破密集的這隻東西 那變了我相信高普都要花點時間去教的了 不過大家都不需要那麼擔心 高普曾經都幫過這一類型的球員 例如拉蘭娜 本身拉蘭娜就很毒食 是欠缺整體意識的球員 但是經過了高普的磨 他都能開竅的 令到他有合作性 那迪亞斯二年二十五 就未算很遲 還有些機會可以開竅 還有些機會可以成為三叉擊的接班人 講到最後 利物浦終於都買到我最希望他們買的邊線進攻點 速度型進攻點 接下來這個問題都是要討論的 就是利物浦今季下半季的班底好了 到底有沒有機會威脅曼城衝上來 爭回英超冠軍呢 記得去Patreon繼續支持下去的片尾彩蛋 給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多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